全台湾大约有三百万名的B型还有C型肝炎的代言者 那么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调查 其中有三到四成在确诊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罹患了慢性肝炎 延误治疗会导致肝硬化还有肝癌 肝房基金会就跟福伦社合办了千人免费的腹部超音波肝癌检验 这活动开始不到五分钟 就有两千五百人来预约免费筛解 也写下今世世界纪录 开心毕业老先生做完腹部超音波检查心理好踏实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动员将近五十位医师 二十台超音波检查机帮民众免费检查肝脏 我们如果越早检查 其实是给自己的健康越早有警觉性 肝脏是没有痛绝神经的 你长得肝癌肝肿瘤 都是很大很大的时候才会不舒服 可是等到不舒服来找医生都来不及了 活动员们预计发放两千个号码牌 但因为民众太过踊跃 临时再增加五百个名额 上午八点三十五分不到 两千五百个号码牌已经被抢光 这场活动写下腹部超音波 同时最多人检查的今世世界纪录 肝疑有肝肿瘤有六位 有性质不明的肝肿瘤有四十一位 血管瘤是良性的肿瘤有九十二位 肝机会表示 以逼肝代源者为例 罹患肝癌的风险是非代源者的一百倍 初期不见得会有症状 因此建议民众定期筛检才能及早治疗 记者薛聪前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